賴清德老家違建打死不拆 记者实际走访 他在万里这栋堪称全国最高级公僚 没想到记者前脚才刚到 车都还没停好 已经有神秘黑衣人上前敲车门 这个站岗的这一个 你是那个国安局的 是吗 是宪兵 请问你来会下车吗 我们会 我们以原载为界线 我们那边不要进去好不好 真的没听错 賴清德的老家非但不打算拆 距离违建十公尺外 现在还有宪兵队 两两一组24小时轮流战哨 港哨后方还有一栋神秘小屋 宪兵不时忙进忙出 似乎已经成了宪兵队办公室 记者在场拍摄不到十分钟 第一批巡逻远景来迁到 赖清德老家违建 不但有宪兵队助手 还有远景迁到巡逻 网友狂轰 现在是拿百姓纳税钱 帮你赖清德养违建是不是 赖清德先前才说 老家是亲戚所有 结果被发现 口中的亲戚就是他儿子 既然房屋不归赖清德所有 赖清德也不住在违建里 现在还有宪兵队战绍蓝军红 根本滥用公权力 这个违建呢 还需要去巡逻吗 赖清德没有住在老家 然后违章违建 还是国家养吗 就是我们已经养你 这些基本的违安 然后连你这些违章违建 不猜还要由国家来养 非常滥用国家资源 而且真的是假人告告 也不是副总统本身居住在内 或者是副总统 经常进出的场域的话 那就没有特别请务条例所规定的 必须要加以保护的必要 再仔细瞧瞧赖清德口中 公僚的样子 外面用花盆筑起界线 往内一看 草地平整 连根杂草都没有 不难看出 平时有多费心照料 还有50公尺长的石砖步道 环境清幽 里面花园万子千红 对叠层次 丰富多样的植物 仿佛置身植物园 花园旁边还有一栋小屋套房 赖清德的违建老家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他的违建皇宗好漂亮哦 违建就是违建 你现在拆不到你那里 但总有一天要拆到 赖清德打死不拆违建 国家宪兵还帮忙看家 违建争议竟然扯出 滥用国家资源大破洞 记者杨洁王志恒 新北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吓一位